月中 房子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核心的 社会问题跟经济问题 确实我们台湾的房价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先跟国际市场比一比 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一个最新的这个国际性的调查 上这个Rubio这个机构的调查 我们在几个月前也有讲过 这个机构大概每半年调查一次 现在是今年最新的调查 结果台湾的这个房 你要买房子跟你的所得 去比较的这个数字呢 台湾在今年的排名是全世界第九 那数字23.63 它的意思是说 你要不吃不喝23.63年 你才可以买得起房子 好 可是我们排第九 在我们前面的八个国家地区呢 除了香港是排第二 是一个比我们更先进的市场之外 其他的像第一名的叙利亚 第三名的哥伦比亚 第四名的斯里兰卡等等 都是很落后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房价所得比非常的高 那这个报导我们如果再退 我们在我们讲过几个月前 我们讲过去年 好去年年中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是排第八名 这是第九名 看起来好像很安慰啊 退步了一名 可是我再去查 在他的网站 他可以查到他历来的数字 台湾第一次进这个榜 是在2011年 当年我们是排第六 现在看起来第九 有进步哦 不好意思 当年我们的房价所得比是19.86 有的就是不到20年 不吃不喝可以买一间房子 现在虽然名次退步了 可是现在变23年多 那这叫进步还是叫退步 所以这是一个国人 真的不政府要去正式的问题 好 所以政府才是解决这个房价的关键所在 可是我们却看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 居然这个最主要在放款的 这些公银行库 放款金额还在创新高 这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政府今天 你真的要打房 为什么你房贷 尤其你这排名在前面的 包含从台湾银行 土利拿盒库等等 这五大公银行库 你的放款金额居然是上一波 五年前防税合一 第一波开始的时候 五年来的放款最高金额 尤其关一个去年 12月比11月 放款居然多了103亿 你放款这么 不敢说它腐烂 如果就说你放款 比较松的情况之下 当然买房越容易 那买房容易 当然房价自然就下不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那放款也就算了 我看到更离谱的一个新闻是 居然有勾引行库 跟某个代销机构 办联名卡 拿联名卡跟你说 他打的广告就是你要这个联名卡 来付房屋的头期款 可以让你24期 零利利分期付款 然后刷卡的金额 还有高回馈6% 你不就变相 就在鼓励人家买房子 工营行库 而且这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张这种 跟代销机构联名的联名卡 拜托一下 你这么做 你怎么让人家相信说 你政府你在打房 那如果在线说到 我们如果从城市来看 那台北市真的是 最严重的 我们都知道台北市人口外移很严重 那少子话很严重 大家也都知道 台北市还有一个问题很严重 大家不结婚 现在台北市的结婚率 只有4.86%是六都当中最少最少的 所以现在哦 而且我觉得蛋黄区都老人 真的是蛋黄区 蛋黄区看到五六十岁都算年轻了 蛋黄区真的很容易看到八九十岁 在这一个公园啊 然后做早操啊 就不要说蛋黄区啊 你在台北市看到年轻人 基本上大概都不是住台北市 他只是在台北市工作 他可能在住新北市 甚至住到更远的基隆桃园等等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为什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房价太贵买不起嘛 所以这些问题政府难道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嘛 那问题你有没有心解决 至少在我看来真的是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美中很有可能在阿拉斯加外交破冰 同时呢拜登哦 端出新的一个纾困牛肉 这个方案1.9兆美元哦 礼拜五直接上路哦 那所以呢 这个道琼在创历史新高 事实上在美股科技股全面反弹之下 台股重回1万6 确实哦 美国的疏控案1.9兆美元 终于顺利的上路了 好那也如预期的呢 就带动美股的反弹哦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 道琼指数 一口气大涨了1.46% 再创历史新高 可是呢 现在却很明显的开始 市场出现两极化的反应 那道琼看起来非常的好 可是我们确看到昨天纳斯达克却还是续跌了 虽然跌幅不多 可是废半相对跌幅就很深了 还是有1.8% 明明大家之前在讲的这个公债殖利率 昨天也下滑了 可是昨天科技股照样跌嘛 那虽然说整体来说 纳斯达克已经跌破季限之后 有开始出现反弹 可是这个距离高点 其实还是有段距离 相较之下道琼就强很多 所以这也在告诉大家是不是整个市场 虽然大趋势看起来是在往上的 但是结构上已经出现很明显的改变 从原本之前 领涨的科技股要回到 道琼为主的这些传产公司 这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好 那相对我们看到今天的台股表现 今天台股表现也是气势如何 一口气重新再涨回到 16000点的大关 那其中盘中最高一度大涨304点 而且跟过去几天最大不一样 过去几天很多的投资人都很抱怨的 天天都玩那种开高走低 就算开门再怎么抢 最后都杀下来 今天完全不一样 今天最后都还有收涨267点 换句话说只距离最高点 只有差33点左右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 好那对应到几个科技股 我们刚刚说美国 昨天的科技股 其实表现是不好的 台积电今天到还是大涨了12块钱 重新涨回600块钱之上 收盘收在609 最高612跟高点不会差太多 涨幅是2% 再来连电的部分 也是持续的连续两天反弹 那今天又大又涨了2.1元 涨幅更高达4.5%之多 收盘收在48.65 其中盘中还曾经上49块钱 好那还有联发客今天也很强 大涨了24块钱 涨幅将近3% 盘中一度又逼近900块钱大关 最高来到895 收盘来到吉祥数字888 希望他未来也继续发发发 好来 那大家最近这两天非常关心的 还有一个就是汇率的问题 我们昨天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追踪 这个汇率的部分了 因为最近几天市场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差别 除了今天我们现在在录影的时间 还没有收盘呢 台币有看起来还有点小声啊 最后收盘不知道 好可是过去4天是连续贬值的 那更重要的是 连今天在内已经连续3天 再也看不到27字头的台币汇率了 好那这会有这样子的大的变化呢 很大的关键是因为今天央行总裁 在立法院要被寻 他实战报告当中提到一个破天荒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央行会这么老实说 他们有在干预外汇市场 而且连数字都讲得清清楚楚 391亿美金 因为去年很多出口厂商哀哀叫嘛 是好那也确实 最近这两天又有很多的大佬都跳出来 又拜托央行 央行出来讲 可是问题是有些事情真的只能做 不能说啊 像过去彭华南在任期间 是绝口不讲这件事情 可是呢 我们的杨总裁真的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去年一共就砸了391亿美金 好那这下子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我们在去年我们都知道 已经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 那最主要是因为美国财政部 列出三个指标 那我们是符合其中两项 所以变为观察国 那现在问题就是第三项 我们这边手版里面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干预汇率的金额超过你GDP的2%以上 那就是符合第三点哦 好那所以根据这个央行自己说的391 我去推算一下 那就是台湾去年GDP的5%多了哦 哇糟糕 挤满三点了 好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担心会不会这一次 因为美国的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是每半年检讨一次 所以有可能通常正常应该在4月份会公布 有可能会不会就这次被列为正式的操纵国 大家想说那有什么差别呢 我跟你讲问题就大了 列为操纵国就会被美国实施制裁 会有哪些制裁最基本的 美国政府标案你都一律不准标 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讲了 所以呢 央行走才其实有在说明了 他们还是在跟美国沟通当中 那到底会不会被列为 这个汇率操纵国 我们就再持续往下看 来再来台积电公布2月份的营收报告 那2月份单月营收 1065亿 年增是14% 哇还是很亮眼哦 而且一二月合并计算更年增的18%多 大家想一二二月都已经是淡季了 因为科技在去年第四季是旺季嘛 结果居然还可以持续这样子的成长 甚至第一季虽然还没有结束 预计第一季都还可以季增 听清楚哦是季增不是年增哦 季增预估还有0.16%到2.5% 跟去年第四季比你科技还能够季增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哦 那代表台积电这一波市场的需求 真的是非常强劲 好很知名的这个市调机构 Chainforce的预估 今年第一季全世界的半导体代工 大概会成长20% 但是台积电会有成长25% 那台积电的市占率将在全世界将占到56% 那三星预估是18% 联电是8% 好那台积电为什么这么厉害 昨天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公布了一个数字 哇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厉害 怎么说呢 因为台积电连续5年都是台湾申请专利最多的法人 申请的案 这个案件高达1096件 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宏基 宏基是只有523件 而且这个申请专利还分三种 台积电全部都是发明类 厉害了 这做得非常厉害 因为所谓的专利会有发明新型跟设计三大类 台积电全部都是发明 表示他在创新这一块是非常努力在做 那外国法人在台湾申请到专利最多的 则是高通是720件 提供大家参考 好 再来联发科也公布2月的营收 哇 真正是很厉害 年增78%多 哇 吓死人了 联发科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而且2月过年耶 淡季耶 工作日比较短耶 所以真的 真的他们显然应该没有过年啦 好 合理推估 真的还能够有放假 还有这样子 那就真的吓死人了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好 所以整个第一季呢 预估原本预估可能大概持品 现在预估大概会有6到14%的 一样哦 会计真 好 可是我在他的资料里面 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他有排除的他一个子公司 叫毅力科技 哎我去查一下 因为呢 他在去年把这家公司给卖掉 他是做驱动IC的 那他为什么要卖 哎 其实没有公司不好 过去三年这家公司每年都赚钱 而且每一年都可以赚 赚最后净利1亿以上 结果他居然用3600万就把它卖掉了 怎么想也不合理嘛 哎 结果联发科有出来说明了 说因为这家公司 他所处的这个驱动IC是鸿海 太竞争了 那再来就是毛利太低 他说我们基本上40%以下毛利的公司 我们基本上都不要 所以他就把它处分掉了 而且他卖给 卖的对象是台湾本土的私募基金 而不是卖给外国人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来 再来 合硕的问题就比较大了 我们过去讲了一堆 大家营收都在创新高 结果合硕居然是创8年新低 哇 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二月营收月减高达34%多 年减也是34%多 那当然他说他有农历年的影响 再加上缺料 最重要的是iPhone 12的mini 卖的不好 因为是由他所代工的 那而且我们在检视 其他的电子五哥号 包含的广达 人保 伪创 音业达 人家都在创新高 结果他在创新低 显然合硕自己的问题 可能会比较大 再来也有一个很重磅的新闻 传言很久了 但是这次是正式被证明了 就是苹果真的要在 印度生产iPhone 12 好 iPhone 12是新的产品 而且是高阶的 那表示印度的组装能力 跟这一个相对的代工厂的 营运能力 也可以处理高阶产品了 没错 因为在印度生产 苹果手机不稀奇 但是生产目前最新的高阶手机 那就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了 好 所以这是苹果自己 向印度的媒体证实的 已经不再是传言了 更重要的是 谁做呢 不用猜也知道 当然就是鸿海嘛 虽然鸿海没有自己出来讲 可是印度当地的媒体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鸿海在印度帮苹果 出iPhone 12 这个只能做不能说 跟央行在那边 互盘台币一样 一样的道理 所以鸿海自己不敢讲 但是当地的媒体 而且连苹果自己都出来讲了 可是我想鸿海 当然还是比较担心 怕得罪中国的部分 因为在新闻里面有提到说 因为苹果准备要更大幅度的 把它在中国的这些制造 iPhone 尤其是iPhone 12的部分 移到印度去 所以当然鸿海 当然就得配合的去做 另外一方面 鸿海不是在加码印度而已 还有越南的部分 他也在加码投资 在过去他已经在越南 投资了15亿美金 这一次呢 也是越南当地的媒体出来讲 而且是富士康在越南的总经理 自己出来证实的 光今年要再加码投资 7亿美金在越南 这真的是大幅度加码 而且预估今年又在越南要新聘3.5万个员工 哇你要聘这么多人 你要做些什么产品呢 那又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那不管怎么样都在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鸿海越来越大规模的 把它在中国的一些制造厂商 开始往东协或南亚的国家去移出 我想这不只是鸿海啊 过去我们也追踪过 很多其他的台厂都在做一样的事情